九十九号 七十六号 一百七十六 一百七十六 啊有有有 话筒给他们好了 一百七十六 给他们给他们 讲吧 师父好 师父好 随便叫好了 我们四七四六年的狗 主要看一下 男的女的啊 男的 主要看什么 主要看一下腰部 还有那个红绵 那现在腰部啊 腰部是 像软组织有一点有伤 温 看见了吗 这个地方呢问题不大 这个地方啊 推拿推拿啦 贴点什么膏药啊 都很好的 但是呢 坏就坏在这个 喉咙这个地方 喉咙这个地方 也特别当心 是我看见他有很多的 那种好像像螃蟹 还有这种鱼 在他喉咙这个地方 他过去吃螃蟹吗 吃很多啊 往生走啊 往生走要继续念 还得念一年 一年 二十一遍 一天 好吧 然后那个腰是 小黄是要吗 腰小黄是四张 好吧 对 到了下午就没事了 我跟你说 软主子受伤呀 没问题了 好吧 软主子受伤 好 请问一下 就是像我们一般闭念 往生走吗 都不能让你看 小朋友让人家伯伯走 就每个伯伯都让你看 您不是说送多好吗 就是怎么知道 就是往生走就不用送了 前面还有 什么 就是往生走 我们一般都不知道 就是到底念到什么时候为止 往生咒啊 往生咒我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不吃活的东西 念个几年之后 就慢慢慢慢可以 就是可以不要念了 而如果你一直继续吃下去的话 你就永远一辈子要念下去 你听得懂吗 听懂了 好 谢谢 谢谢 那个 我们要想问一下 就是说 像我们一般的家里 就是共和观世菩萨 就是 太岁菩萨 观地菩萨 必须共孩子那个 什么 说什么案 共观地菩萨 还有呢 太岁菩萨 观世菩萨 就是 嗯 对 观世菩萨 观世菩萨 对就是 如果问一下就是 缘必须共还是 呃就是 嗯 呃 呃 因为学财导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能共的最好 因为你们不知道 共观地菩萨 它是个大护法 而且呢 它能让你很多事业顺利啊 很多人把观地菩萨的作为 好像像财神爷一样 实际上观地菩萨是天上一个大护法 大菩萨 所以呢 供在这里呢 一个让你身体好 不会遭到那些恶灵的侵袭 就是不会那些鬼侵袭 如果有条件的话呢 最好能够 听得懂啊 呃 什么形象啊 我怎么样怎么样 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这个人肯定是 可能供的那些菩萨 不知道是什么菩萨 实际上太岁菩萨 它是每年换的 你不知道什么形象 你就写太岁菩萨 然后你买个镜框 放在那里 你天每年供 你每年不管你什么样的生肖 你都能避灾避凶 太岁也保留你 明白了吗